那關於這種貪污制罪條例當中的 這個行賄和收賄罪 它的成立要件是怎麼樣 那送禮和這種行賄罪和收賄罪之間的 它的界限是在哪裡 那這個裡面常常我們都在講對價關係 我送你這個禮 那你是要你做什麼嗎 是不是有個明確的目的 那往往可能未必 我們中國人常常有這種年節送禮 年節送禮可能只是要表達一個心意 或是一個好意 是表達一個和善的那種感覺 那是不是它會在跟這種行賄收賄罪之間 它會造成這種犯罪的風險 這裡法律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那在貪污罪尤其是對價關係 這裡更不可能找到標準答案 那條線事實上是非常模糊的 那這個模糊一般人會想說 你公元收錢就是收賄 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送禮或收錢 這個很多的原因 我們不能一概說公元收錢 就要定他的罪 這個刑法也擴張太厲害了 不過我們如果看現在刑法 像120條第一項 他規定也是很空 他只講說公務員 因為職務上的行為 去要求或者是期約 或者是收受賄賂不正利 他就可以成立所謂的公元收賄罪 他條文事實上 因為規定太簡單 所以就變成說 有可能造成就是說 因法官而異的一個差別 首先第一個就是新華公務員 目前還是很不明確的 再來就是關於職務行為 這個職務行為 目前最大的麻煩就是說 如果採法定職權說的話 就是說 你公務員在職務上受賄 什麼叫做職務 因為我們可以理解 一定是我這個東西 有人要來買 一定是我掌握了 這個事務的決定權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掌握這個事務的話 對這個事務沒有掌控權的話 沒有人會來買 就不是我的法定職務 不是我的法律規定 所以當然我們在 我在上課的時候講說 關於這個職務行為的解釋 應該要 因為刑法是最後手段 我們不能無限擴張 所以我們一定要採法定職權說 而且我剛才講了 那個刑法的公務員 因為在所謂的法定職權說是 法律規定的職務內容 對 法律規定的職務內容 除此之外就不是你的了 對 除此之外其他就不叫職務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過去因為北岸有創造 一個實質影響力說 那個是抄日本最高采放手 針對田中甲龍案 所出來的一個實質案 那這個實質案一直就是說 如果像類似這種 剛才那個情況的話 這個環保局長就不是土地罪了 他可能就是受賄罪的問題 因為他有一個實質的影響力 但是這個實質影響力 我想最高法院在這幾年 也是一直在那邊 針對下級法院 到底纏哪一個 有的時候有的法院纏這個 法律規定的 搞得他們很瘋 那本來據說之前 那個林醫師案件還在 最高法院的時候曾經 要為這個林醫師案 去針對這個問題去開 公開延遲編論 後來就沒有了 就算了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機會 因為我印象中 檢查總長有針對一個案 類似的案子 他要請求大法庭 可是我覺得各界的呼聲那麼高 法界就是你趕快開 可是到現在還沒開過 不過吳教授你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是有實質目的 就是送錢跟收錢 他的目的是講得很明確 假如今天不是目的性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這法官在認定事實上 可能會做一些擴張性的認定 甚至包含法律含設上的一個認定 假設我今天只是一個單純的送禮 我只是一個年節表達一個禮儀 或是你生日上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朋友關係 那這個又落到了一個 一個很麻煩的對價關係的判斷 我並沒有一個目的性的送禮 只是一個表達善意 這個就是受惠罪之痛 最痛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個問題常常是法院實務上的問題 這會過度解釋 這個就是因為你說這個對價關係 我們真的很難 有一個因為法律真的不是科學 尤其是面對這個對價關係 法條上面也講這個是不成本的要素 那最高反應事實上 也一直不斷的想要去明確化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弄小沉沙 那最有名的一個 那當然現在判例走入歷史 不過這個判例沒有被停止適用 就是最有名就是84年 台上次第一號判例這一個 他就針對這個對價關係說 法官你在判官有沒有對價關係的時候 考慮什麼呢 就第一個職務行為內容 目前就在那邊紛爭 第一個就很不明確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行費跟收回者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一般來講 如果像我剛才講那個例子 如果我們毫沒有牽連的話 我是不可能直接怎樣 去跟你的對不對 我一定要另外找一個人 所以這個判斷點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費路的種類 價格還有那個時間點的問題 對剛才也有提到這個時間點的問題 那首先就是說這個種類跟價格的問題 過去也常常發生就是說 那個茶葉官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你看一些法院的判決 這個茶葉官反而是 幾乎可以說是整個 那個台灣實際案件裡面 最常出現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要先講 就是說一般來講 總是以前那個像郭二綺的案件 那個是最有名的 就是從監聽義務裡面 從頭到尾市場是沒有找到 沒有任何的證據 唯一就是從監聽義務裡面聽到就是說 這一個廠商呢 拿了就是去看他 剛好他在開會 然後可能就把那個茶葉官留在那邊 不是啊 他好像是說 這個廠商有打電話給郭部長 但是他只是說你茶葉要喝 對因為他說那個好像是說很貴 可是問題是說廠商交代他兒子去送茶葉 那問題這個茶葉真的有沒有裡面 對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對 所以這就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這兒子跟父子之間 這個對家關係 除了有解釋上 這很模糊的問題 還有證據的問題 對 在貪污的案件裡面 所以我剛才講 茶葉官常常出現在這些貪污案件的判決裡面 這可能連事實都是認定的問題 這個都有問題 因為如果是單純的茶葉 那我認為根本沒有對價關係 那一定是檢察官認為說裡面有錢 但問題來了 這個裡面到底多少錢 你有沒有找到 沒有 大部分案件是沒有找到的 那沒有找到 那你怎麼可以說人家收的錢 都是根據 你是檢察官創設的事實 都是根據廠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糟糕 為什麼很糟糕 因為廠商有道德風險 因為他是行賄者 他急於要脫身 所以基本上他會順著檢察官 要你講的去講出這個話 更好人是我常常看到判決 這個真的很搞笑 這個搞笑 如果在司法判決出現搞笑 這真的很可悲 為什麼搞笑呢 我看過你的判決就是說 這個廠商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他在調查局講的 假設10萬 到了檢察官變成可能是15萬 可是到了法庭的時候 可能又說到8萬 好老實講像廠商每一次陳述的時間跟金錢都不一樣的話 他的證據是沒有證據能力 法官根本不用考量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 你真的去看那個判決 我真的會昏倒 這個有的時候我叫不下去就這樣 像這些判決 罪官不僅會他有證據能力 而且行賄的金額到底是多少呢 你每次講都不一樣 他把它平均 比方說我剛才講那個三字幕除以三 你看就多扯 那吳教授我要提一下實務案例了 比如說現在我們的相關的機關部會 都會有提出一些法案到立法院 那到立法院當然是希望立委趕快過 這個法案趕快過 可是常常是這個立委討論法案太多了 或各種原因就一直法案沒有過 那機關部會也是常常送禮到立法院 那這樣情況之下 並沒有就是年節送禮 三節會送個禮 端午節送個粽子 過年可能就送個什麼 隨便一個水果鋁合之類 這樣有行賄收賄的問題嗎 我認為完全沒有 這沒有對照關係 那對問題就是在 有時候萬一被檢舉的話 他很可能就是行賄收賄罪的起訴 這個可能又很麻煩 就是說這個涉及到 這個針對又回到職務行為的問題 因為比方說一些行政機關 為了要跟立法院打好關係 他過年過程要送對不對 那關於我們剛才講 在講職務行為有什麼法定執權 說實質影響這個問題對不對 可是現在碰到一種公務員 他基本上他沒有具體的權限 就是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 如果我們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我今天送禮或送錢 給這個立法委員 我是希望你通過某個法案 你也真的去做了 那這個立法委員有沒有判得收 如果他被檢舉有沒有收賄罪 這個在過去有非常多 可是法院的判決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出現問題 那我就這裡又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立法委員他很特殊 他沒有一個具體的權限 他頂多就是用他的影響力 去影響行政機關 或是這個法案通過 好那我們現在看法案的通過好了 你今天好你送這個給我 好像跟我講說要通過那個法案 可是我單純一個立委 有辦法去影響所有的人嗎 不可能 不可能對不對 像民意代表這種 他是有另外的主法法條的 那當然相對來他比較輕 為什麼他比較輕 因為基本上 因為這些要問免猴捨 他本來就要問免工作 他本來要問免 如果說我們不去監督民代的話 我們不去告知他 你法案趕快進行 要不然會影響到民眾的權力 因為人民如果想要去 不管是用什麼名義去 沒有送禮等等 他人民的希望很卑微 都希望你趕快通過 尤其像台灣的立法效率 效率跟品質那麼差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在未來 就是針對這種比較特殊的 像民意代表這一種 不應該把它放在一般的公務院 這種就是說他的目的性 如果是正當 或者是有時候 並不具有一個目的性的送禮 那這不應該 不應該繳往國鎮 這不應該繳往國鎮 那個沒有必要 那可能是利用什麼政治現金 法又有時候要那邊去規劃的問題 而不是利用刑法 對對 閉路